正宗报过 慢慢再和你算账 只是当下 依族入侵 边疆危急 你忍心吗 哇 王叔 你又说 慢慢说 牵原语 自自在理 牵原文一时间 都是没理由反报了 自己的罪行 就敢被牵原语 说出来 他还以为自己的王叔 没有在意 自己的这些故意为难 怎么知道 他这样说起身 从头到尾 都是自己的错例 魏尚书恭恭敬敬地 站在他们两个人的面前 圣上啊 摄政王讲得有道理的 还望圣上三思 他对摄政王神王殿下 没有一师一毫的恐惧 这是因为他知道 摄政王虽然残忍暴虐 但是也会分青红造白 圣情是冲动了一些 但是他 这也是为了神觉着想 只是没想到 摄政王殿下 原来都是心怀神国 心怀百姓的 圣上 你就答应了 当无知急 是保住神国 燕丞相也都开声了 狠请当今圣上 出兵援助 而且将拖欠的良享 发放了他 朝堂之中 大多数人都有了统一的意见 纷纷请求圣上支援 你 你们 仙元云说到底 就是一个愚钝的人 难怪仙元云从来都不把这个蠢人放在眼里 他到现在还是看不明白 朝堂之中的大神 对于仙元云最近一系列做法的原因 早就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 他不过是想巩固自己的皇位 但是他的方法不对 不应该拿神国将士的生命 为他的皇位来陪葬 只是他毕竟是当今圣上 自己再有意见 也只能够旁敲侧击地暗示 不可以正面说 这样豈不是会令当今圣上好没面子 但是谦言语就不同 他作为神国的摄政王 为高权重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而且他残忍暴虐不具王权 说话做事也从来不知分寸 但就是这样的人 当年在神国岌岌可危的时候 一手将神国巩固了 才保存了现在的神国 天元云 本王告诉你 如果阳谷关失守了 本王乃你陪葬 天元云尸毫不怕任何事 他威胁着天元云 他活讲到做到 当年天元云和他的王兄 亦就是天元云的父王 很不容易保存了阳谷关 这是神国的心脏所在 为了阳谷关 王兄还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因为这件事 阳谷关在他眼里极其重要 现在阳谷关日益强大了 不可以损害分毫的 但是宫里面的这个蠢人 强不明白 为了自己心安理得地 巩固王权 居然拿这么重要的事来做 堵住 他这样是疯了了吧 啊 摄政王殿下 手下留情啊 毕竟这个是当今圣上啊 切不可冲动 魏尚书深知摄政王 神王殿下的行事作风 这样的事 神王是做得出来的 对于自己极其珍视的事 他一定会拼命地守护的 魏尚书 难为你苦口婆心地劝说 这个蠢人看来是不开销啊 天元宇冷言冷语地 奉刺着天元云 还直接不叫他的名字 而是直接称呼他为蠢人 那对于一角之君来说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你 天元云滴死他 生得咬牙切齿 他轮回头 以一种大家都听得到的声音 说了 好 就不答应 他的牙关紧紧地咬住 对天元宇 简直就是痛恨到了极点 本王的好侄疑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本王奉劝你一句 小心玩火自焚 天元宇收起自己把剑 走到朝堂之中 和大臣站在一起了 天元云一副不甘心的样子 在太监的参符之下起了身 然后拍了一下自己衣服上面的尘土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狼狈不堪 全阵子云 清点 欠落的良享 連同今年的良享 也一同发放 并且出兵援助摄政王 由摄政王大兵 击退二组 天元云淡淡地说 表情严肃 一点都高兴不起身 好像被人逼住这样的样子 这个就令到他很不情愿 本王何时说过要带兵出征 天元宇看了天元云 反问了他一句 嘴角上面的阴冷并没有退去 天元云这一下就明白了 原来这个摄政王还留了一手 原先还以为他仅仅只是为了土耀良享 没想到他是另有所逃 我神国的可用之材不少 封为将军的也不少 他们就没办法带兵出征了吗 本王身为摄政王 负责附助军王管理政事 现在却要带兵出征 那是不是这个王位都要等本王坐了 天元云再都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怒火了 一下子就爆发了出来 天元宇你不要得寸进尺 你不要以为你是朕的皇叔 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里朕说了算 还轮不到你说话 他不想再容忍天元宇了 本王说得不对 天元宇又反问了一句 这一下是带着一种很有兴趣的眼神 钉着他看了 之后他的目光在周围的大神里面打量了一番 又接着说了 神国的将军不少 但是大多数人都是徒有虚名 食湿米的 他们也受了这么久的俸禄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为神国出力呢 天元宇若有所指 他说的自然是那些 天元宇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 在朝中安插的将军 这些将军空佔着职位 但是却从来没有尽到一个将军该有的义母 白白地拿着俸禄 食着军响 浪费了不知道多少人力物力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将这些人铲除了他 几个将军也都知道神皇殿下说的就是他们了 快快走出来 跪下落地 哎呦 圣上名监 神等并非摄政王说的这样 神也是会为国家尽心尽力的 身为一个将军 就要精忠报国 哈哈 天元宇的内心冷小主 好一个精忠报国啊 梁将军 如果本王没有记错的话 你在任的三年 并没有做过什么精忠报国之事 反而本王得知 你在南下的时候 在边疆强抢民旅 消杀抢粮 日子觉得逍遥快活 这个就是你说的精忠报国 天元宇一言一句 字字在里 即时就令到梁将军咬口无言 也都不知道 应该怎样为自己辩解了 是啊 还有五将军 如果本王没有记错的话 你是今年上任的 无缘无故 就被封不了将军 你这个将军的面 比本王的面大得多啊 回向下祭祖的时候 你始终自己将军的身份 那个排场真是厉害啊 十里长龙 你敢是跟自己触手吗 那个五将军低头 有一句话都没出 也都没办法辩驳啊 因为摄政王所说之事 的确熟实 他现在心里面 更多的是黄孔啊 还有你 徐将军 天元宇的手 指着地下跪着的一个人 说了 徐将军平时是不出门的 是吧 年纪轻轻的 身体重要啊 那才多久啊 已经看过好几次太医了 那不知道坊间流传的 徐将军榴莲飘香苑 夜夜申哥 可否熟实啊 这几个 都是天元宏任命的将军 天元宇的这番举动 狠狠地斗巴胜了天元宏的面 令到他无地自勇 他亦都没想到 他找回来的这帮人 真是这么吃湿米的 三位将军 被天元宇堆到咬口无言 跪在地下 头都不敢抬起身 底下那些大臣议论纷纷了 天元宏激到面都青崖 天元宇说的情况 自然就是熟实的了 他一直都是睁一只眼 瞇一只眼的 但是没想到 这等丑事 竟然被天元宇捅了出来 那些大臣亦都不是糊涂的人 他们亦早都知道 这三位将军做的好事 只是无奈 他们都是圣上的人 圣上对他们偏心 有所包庇 所以很多事 只能够不了了之 当然 涉政王神王殿下说的 仅仅只是少数事情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记得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主播等着和你互动 第138集 告一段落 天元宇一时间暴跳如雷 一拍自己笼椅上的扶手 叫人将这三个人处理了 来人 将他们三个拖下去斩掉 哎 尸上 尸上 三个人苦苦哀求 又是下跪又是叩头 拖出去 天元宇这一事 真是有点头尺了 这三个不顶死的东西 本来还打算是用来削弱 天元宇的兵权 这样一来 倒是被他一下子 铲除了三个自己的人 这一口气是怎么吞下肚呢 那圣上 出兵的事 魏尚书越斗胆问了一句 一边问 还一边看着圣上的面色 此时容侯在意 退潮 天元宇交出了良享 又处置了自己的人 这阵时已经是怒火冲天了 头都不靓地走人了 大神目送着圣上离开 然后自动陆续地走出了宫 几个人结伴走在一起 偶然议论着今天早朝发生的事 魏尚书紧随着天元宇的脚步 想要对他说些什么 但是天元宇的速度太快了 魏尚书都追不上 而且想来想去 摄政王应该是有自己的打算 自己就不方便插一脚下去了 天元宇一路回去的路上 头一次走得那么急 他纳开大步地走 后面侍奉那些太监工女都跟不上了 在后面一路小跑地追随着他的脚步 回到太和宫的第一件事 天元宇一脚就将大船之中的烫金香炉硬倒了 然后将窗帘撕扯了 心里面还是觉得不解气 又将桌面上堆放着的袖子 一本一本地扔下落地 后来他干脆一下就掀回了自己的桌子 太和宫里面可以扔的 可以扔的 已经被天元宇破坏得差不多了 他也有点累了 就坐在笼椅上 在后面 童椅 拿酒来 哇 还不快点去 太监看着太和宫一副狼藉的样子 刚刚想说些什么 就被天元宇喝着去拿酒了 天元宇面前的桌子被扶醒 上面摆了好几盛酒 他一程接着一程酒 猛烟地灌入自己的口里面 那股酒的辣味刺激着他的喉咙 但是这样的感觉无比享受 他不用再理那么多事了 也不用再受牵原雨的气了 此时此刻他只需要喝酒 东国的事告一段落了 东国皇后重新夺回了自己的权力 掌管着整个后宫 而东国皇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都不理正事 把自己就关在书房里面 大多数不是很大的正事 都是由东国皇后来代理的 他们虽然什么都没说 也都没问 但是东国皇后明白 东国皇这种举动 不过只是因为他对淑妃的情而矣 眼白白地看着自己心恶的人 死在自己的眼前 令心恶的人看着他拉着另一个女人的手 就这样居高临下地等着自己死去 死的人已经死了 痛苦的是活着的人 东国皇无比自责 他忽然间又在想 属飞和江山到底谁对他来说更加重要呢 白暮月和烟丝羽两个人日夜兼情 一刻都不敢耽误 两个人是国怀目的 目前只是合作关系 今次急着回来 完全是烟丝羽的催促 他得知神国被二族入侵 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所以想要尽快回去 帮牵缘云 两个人入了神国之后 就急急忙忙地入侵了 一刻都不敢耽误 太和公的供门口 李公公正在这朝急地走来走去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总不可以放纵圣上 在里面喝到烂醉如泥吧 但是现在圣上这样的样子 如果是惊扰了圣上的兴致 恐怕就会被圣上治罪了 就在他朝急地走来走去的时候 他看到了两个人 是很久都没有见到的 丞相的女燕丝羽 和宫廷里面的琴师白暮月 两个人不由分说 刚刚上进去 就被李公公拦了下来 李公公养了手上的枯尘 放在自己的手肘上 一面疑惑地看着他们 燕小姐 暂假很久没有见到你了 还有琴师 都是很久没有见 你们两个为什么会在一起 李公公 这件事说起身一匹布那么长 等我们两个进去 一定会亲自跟圣上解释 燕丝羽有点急 恨不得快快推开李公公 就闯进去 因为这阵时太和宫的宫门大开 燕丝羽依稀可以见到 太和宫里面一片狼藉 天元云发这么大火 肯定就是出事了 李公公拦着想要闯进去的燕丝羽 燕小姐 不是暂假不让你进去 只是现在圣上正在气头上 谁进去谁黑仔的 燕小姐 还是等圣上气消了再来 暂假就提醒过的了 燕小姐 你还是先回去吧 燕丝羽就很想进去 却被人拦下来 心里面自然就不爽了 你算的是什么 他已经够敢拦住本小姐 不知道本小姐是谁吗 敢问在这个神国皇宫之中 有谁不懂燕丝羽的 皇上弃中他 何况他父亲还是当朝丞相 谁都会给他几分薄面呢 燕丝羽不由分说 一下推开李公公就闯进去 燕小姐 你不可以进去 李公公被燕丝羽这样推 一下子没有站稳 就被推崩了 白暮月也没有理到李公公 然后燕丝羽就走进去 两个人一走进去 就被地上这片狼藉黑了 这个圈圆魂是受了多大的气 发多大的火 才会搞成现在这样的样子 门口的李公公很不容易才起身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医馆 想到现在燕小姐和琴师 两个人都已经见到圣上了吧 现在圣上喝到冥顶大罪 如果发起火 他这阵时这样走进去 豈不是就要被牵连 事前想后李公公还是决定不进去 他当初已经提醒过燕小姐了 只是燕小姐不听 这下如果出了什么事 那就不关他事了 刚刚进入太和宫的时候 燕丝羽就直接去找圣上了 只是看到圣上在自己的笼椅上 躺着喝酒了 一副很捨异的样子 不知道圈圆魂喝了多少酒了 面色潮红 那些酒情歪哩歪哩地 塌在地上 有些还被他打得碎了 成地碎啞片 燕丝羽走过去 用手抱着他的酒情 好言相劝 先生 不要喝了好吗 什么 天圆魂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了 喝下的酒太多了 意识已经不是太清醒了 他瞇着眼 等自己的视线清晰一点 忽然间 就看到燕丝羽正拿着他的酒情 要将他的酒情拿走 他一下就摔开了燕丝羽 你算什么 哈哈哈哈 他笑着骂了一句 又接着喝起了酒了 燕丝羽没有企韵 被圈圆魂一拼 忠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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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向旁边倒了 白暮月眼明手摆 一下就拉住了他 等他稳住了身形 白暮月才松开了自己的手 燕丝羽这阵时 又想去劝圈圆魂 把自己的酒放下来 哎 我说 燕小姐 那又是何必呢 白暮月在一边看着 手指盒得好处似 遮住了他 戴着嘲讽笑意的嘴角 我喜欢 燕丝羽挖了白暮月一眼 燕大小姐 白暮月只是奉劝你一句 你是生是死 和我没什么关系的 白暮月不由得觉得好笑 燕丝羽对圈圆魂的这种感情 实在是太可笑了 默默地付出 什么都得不到 最后还要为了心爱的人 争夺兵权 甘愿毁身下架 这种愚蠢的行为 简直可笑至极 这阵时 天元魂的意识有点清醒了 意气听见白暮月 和燕丝羽的对话 只是听不清楚说什么内容 他只是觉得 自己的宫殿之中 为什么突然吵了那么多 他猛然地拎下头 让意识再清醒一点 视线刚刚开始有点模糊 慢慢地清晰起身 在看到燕丝羽和白暮月的那一刻 他的怒火又上头了 天元魂露目而是 滚住他们两个 这么多人 你们两个 去了哪里 呃 燕丝羽转过头 看了一下白暮月 用眼神示意他 现在怎么办 可以怎么说 白暮月回了他一个眼神 意思就是 你看着办就好了 不过 你如果敢泄露了我的身份 那我保证 你永远都得不到他 本集播讲完了 感谢你的收听 记得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主播等着跟你互动 再见 这就没问题 jeunes都能试大 不锂 听吧 有什么真心